家里仍有这种盆景 不管是罗汉松也好 其他植物也好 如果说在春季这段时间 长出来的新芽土长 长得比较凌乱的话 那么就会影响到它的美观 所以为了避免这种问题 我们可以在春季这段时间 尤其是这个新芽刚刚长出来 一两厘米左右 然后给它喷洒这种甲拍翁 这种甲拍翁它是生长调节剂 它可以抑制植物的土长 当这个新芽长出来之后 我们给它喷 大概是一个月给它喷一次 连续给它喷三次左右 那么就会抑制它这些枝条土长 保持整颗盆景的这个造型 那么这样的话 就可以让它保持美观 同时我们给它喷洒这种甲拍翁之后 又可以促进它长更多的新芽出来 就可以达到枝反叶茂 又不会出现土长 保持整颗盆景的造型的这个效果 这就是为什么表演讲的盆景 一直能保持这个株形不变 就是这个原因 如果大家也仰有这种软松盆景 或者是其他花卉盆景的话 都可以这样操作 好了 下期见 下期见